所以拉塞紙就做了一个新的假说 那目前这部分是我们比较认定可以成立的看法 其实后来在原始前一定发现 8米后有看到这样的结果 那你可以想像是 看到其实认定是说 原始核中间是一个质量比较大的物体 旁边在绕的是电子 它质量比较小的物体 原始核中间认为带阵电 那时候也只知道是有带阵电的东西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后面怎么知道里面到底是有直直跟中直 又怎么去判定出来 怎么去判定出来 觉得里面有直直跟中直是怎么判定出来的 有电子 电子已经知道了 电子我们从硬车已经知道了 所以会从它的正部做 正部 那可是它就是在一起啊 它是一团 在我们目前也就是经验来讲 已经知道的知识来讲 我们的原始核是一团 而且里面有中直跟知识 可是用什么技术可以分析它是 里面有些东西带阵电 有些东西不带阵电 有些东西不带阵电 有些东西不带电的 怎么分析 使用庞大而精密的加速器 然后进行实验 对 对 怎么实验呢 你看课本都写成这样 都不写 课本没有写得清楚 因为其实 这个 你要想这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嘛 简单的课本 那这样就让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对 那所以 呃 有考试例话说 请问怎么 射出 考试不会这样考吧 就是这样东西 然后你就会回啊 用庞大的 使用庞大的机器 加入进行实验 然后这样就打这个 考试那不会这样考 那 那怎么去处理呢 好 在我们物理上 会高低多的那个 维权下注力器怎么做的 但是 你知道吗 透过一个磁场 多动动物学 都磁跟电之间的作用吗 磁场跟电场之间的作用 对 磁场 可以让电 带电的物体 在运动中的带电物体 得到一个受力 对 所以它受力之后 它就可以加速了 好 那你透过一个磁场 就让它加速之后 你去把一个 假设我现在吃这个 氦原子核 你看看哦 我现在用这个 包吹性元素 打出去 氦 氦带电的物体 它就撞击一个金箔 我们看到 是撞击一个金箔的结果 它反射出来的 还是氦本身自己 它出去了 撞到了 撞到这个荧幕的 还是氦自己本身而已 但是它没有更多的东西 所以你还是 比如金子里面有原子核 它里面有新的东西 核怎么办呢 所以假设我把那个地方换掉 我换成一个高能量的 比较高能量的原子核 用这个氦打出来 给它加速好 我用这个磁场给它加速 加速完之后 它撞击的力量非常强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把金子的这一块给撞过 把这个给撞过 撞过之后 我们来分析它里面到底什么 它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科学家用的方法是这样的 像是我们人家讲的 大墙的被动机器也是这样的 就是把它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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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它速度非常快 能量非常高的时候 去撞击另外一个原子 你看那原子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 它一撞 它就有胖 果然 撞出来了 这个被撞散了 这个被撞散了 等一下 我先借一下 可以休息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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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